最主要的呢 还是要先从王毅这次的出访开始谈起 这次他参加慕尼天安全会议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其实你看到他有演讲 他也有会谈跟官员见面 那么其中他谈到 反对脱钩锻炼已经成为国际的共识 任何人想以去风险为民搞去中国话 都将犯下历史错误 而事实上呢 你知道2月16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跟大陆外长王毅在见面的时候呢 王毅也曾经有说 把去风险搞成去中国 建小院高墙搞对华脱钩 终将反噬美国自身 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的企业 和个人的非法单边制裁 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发展权益 好这话讲的是一而再再而三 表态的够清楚也够坚定了吧 我们先请教下亮哥 那你听到大陆外长王毅这么说 那么是引起什么样子的回响吗 这个比较不寻常是他选择在 慕里黑安全会议 他其实花的时间蛮长的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整个都在讲台湾问题 这个是很不寻常的 通常这个大概就是带过 讲一中政策 他不会特别去讲什么 开罗宣言 波子坦公告 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不会这样讲话的 这个是慕里黑安全会议 是在讨论欧洲为主 更何况现在俄乌战争 加煞战争都还在进行 你特别讲这一段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他来这边 他突浅拿那个中国专场的演讲 他是在强调中国是稳定的力量 那是在很多方面 就除了这个之外 他就是在讲说 中美关系中国是稳定的力量 可是你如果要来挑战台湾问题 那就没有办法 那其他包括解决区域冲突 全球增长等等 他是在强调中国是稳定的力量 我觉得他有一点在悬外之音 就是在对比说 美国是个不稳定的力量 事实上其实慕里黑安全会议 王毅也见了布林肯 可是中国大陆对布林肯讲的话 一个字都没有 对 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已经是谈得相当不好 那他一定是认为 美国从曼谷那个苏利文到现在 没有实质的进展 所以等于是又逼我 重新讲一次话 就是又是那个 不知台独落到实处等等那些 然后还引用那个 刘备对刘产讲的那些 物以恶小而不为 物以善小而为之 这事实上是教训人的口吻 对啊 对 所以他就是都在对比 就是说你美国这样你是要干嘛 那就是要让欧洲的国家感受 就是说是美国是不稳定的 那当然这刚好对照了两个事件 就是乌克兰偏偏就给你在2月17号撤军 是啊 对不对 这个坦白说责任司机也有点故意了 就说你们不帮我 那我就不要打了嘛 对 就选那个2月17号在开会的时候 对 那第二个是就是 就是选这个时间 就是一个是 就是我们讲这个 欧欧战争在发生 然后有一个转折点 就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就发生了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川普讲一个话 说我不一定要支持北约的国家 这两个是大背景 那这两个大背景 当然就对照 让欧洲国家感觉 美国就是怎么变来变去 然后第二个就是 乌克兰打不下去以后我们怎么办 其实欧洲 欧洲国家是 他对安全的思考都是地缘政治的 因为他跟俄罗斯就在隔壁 所以美国那种 美国那个叫做 隔一个大洋的冷战对抗 那对欧洲来讲 那个是就在近在我身边的对抗 所以他是很有感觉的 威胁感更强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乌克兰 这个战争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直接面对俄罗斯 他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有很多 很多人发言 说欧洲已经 真切体认到 未来十年 与俄罗斯终有碰撞的时候 就这种话都出来了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空有北约 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做好准备 这一类的谈话 这一类的发言 对 而且相对来讲就是 中国好像讲的铿锵有力的 但是美国是不是就更加的无力了 真的是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对照 所以在刚才我们其实看到 大陆外长王毅 不仅是要对美国说 要对整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代表们 来发声之外 其实在这一次也注意到 他跟德国的官员见面 包括德国总理萧姿还有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 好介大使 所以您看这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德国的这个总理萧姿 我们知道预计4月中旬要访华 那么他还见了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 还真有耐心 说中德之间没有厉害冲突 共同利益不断的巩固扩大等等 然后另外德国总理萧姿也跟王毅 有在2月17号见了面 那么王毅也强调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 并且呢 萧姿还特别请王毅转答对中国领导人诚挚的问候 说德国也愿意同中方筹备好今年的高层往来 希望能够有更多实质的成果 对于德国来说 或者对于其他这些欧洲国家来讲 他们现在开始更加的积极 是想要跟中国大陆对话 并且发展实质的经贸的更多的关系吗 季大使对因为欧洲他们是非常讲地缘政治的 所以他们先从自己的整合 把自己的内部周围邻居都搞好 然后对他的利害关系 真的他是比较这种 先靠近的最利益最密切 那对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应该是利益冲突最少 利益冲突最少 所以呢就是不算是天然的敌人 也可以说是天然的盟友 然后双方可以 而且这个在过去三四十年 尤其跟中国跟中国大陆 跟这个德国的关系来讲 这是互补的 那中国大陆提供了 德国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庞大市场 那德国跟中国大陆也在这个工业发展 尤其这个制造业方面 高层的合作 那中国大陆也受惠很多 所以事实上本来中欧之间 就是说全球看起来 欧洲也不寻求全球霸权 他是只是说多极化的国际权力结构 他做其中的一击 只好在自己的地盘里面 不受人家欺负 大概就这样 那所以就是说事实上的话 战略上双方事实上是 等于说是一种互补性很强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双方关系是比较好谈的 这里面就卡在一个美国 因为他们跟美国的关系 欧洲跟美国关系 那还是高于跟中国大陆关系 所以在跟中国大陆关系的时候 难免不受到美国关系的影响 可是呢大致上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虽然这个说延迟上 或者对中国大陆 他们这个传统欧洲文化 喜欢去管人家家里面事情的这种 这种习惯还是存在 可是呢大的冲突是不多的 这点跟美国不一样 因为美国讲究是全球的利益 他把全球都当作他的利益范围 都是他私立范围 所以有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 那欧洲没有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过去这一段纷乱当中 尤其美国要把他全球的盟邦 一起结合起来 对付中国的这个 这一段时期 尤其拜登上台以后 这段时间 这个混乱的时间 看起来慢慢有一点点尘埃落定 欧洲也比较能够怎么理性的 看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德国事实上的话 跟中国大陆是 关系是很难切断的 那这一次我想 因为在德国开在慕尼辉 所以他跟贝尔伯克斯一定要见面 跟这个肖茲一定要见面 那他接下来还去法国跟西班牙访问 我觉得这就变成是一个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欧洲的 这个重要的关系的基础 过去一支独秀是德国 德国过去在各方面 都跟中国配合的非常的好 感觉是在梅克尔时代 梅克尔时代非常的密切 那现在这个新的领导班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长措 The Trium Arrow 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他们现在回归到比较理性 比较不立实形态 看起来这个火药味没那么强了 敌势感没有那么强了 可是我觉得这次王毅去 他的关键点一个在法国 一个在西班牙 而西班牙也被出来了 因为你基本上欧洲 说起来欧盟到底还不是一个 独立主权国家 他在重要的这个政策 尤其对外政策上面 他是强调共视觉的 完全共视觉 所以你只要几个大国 基本上把中国的利益 很重视中国的意见的话 那欧洲联合起来 对付中国大陆的 这样子的这种决策 或者政策 就很难获得通过 所以我只要 只要欧洲不联合起来 对付中国大陆的话 我想中国大陆跟欧洲的关系 就一直可以维持 一个好就发展的一个机会 然后改善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王毅一方面 他也重视欧盟这个机制 另外一方面还是重视 欧盟里面的重要的强权 德国还是没有放弃 继续争取 法国跟西班牙 那么已经再加强 那事实上 中国大陆在欧盟里面 还有几个抓手 随便指出来大家都会觉得 匈牙利 还有一个 比如说希腊 是 这些还有 非欧盟 跟中国有很密切的 一带一路的合作 密切的一带一路的合作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对整个来讲 中国大陆跟欧盟的关系 基本上受的伤害还不大 然后呢 中国大陆可以这个 着墨的空间 给努力的这些重点的话 还是很多的 好 不过刚刚才讲到 这次大陆外长王毅 会见了德国总理萧茨 以及他们的外长 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 我们知道他的态度 一向是对中国呢 好不客气 但是呢 这个王毅也很有耐心的 仍然还是跟他会见 并且也表达了立场 那问题是 德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因为德国总理萧茨 别忘了 还预计四月中旬 要访问中国大陆 要带着企业代表团呢 所以说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也应该要做点什么了 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冰 您看 德国就有媒体世界报报导 说北约秘书长 他要卸任了吗 那结果呢 这个布林肯就建议 说拜登不访 是不是可以让冯德莱恩来接任 那结果呢 这个拜登啊 就问萧茨 德国总理萧茨的意见 结果萧茨啊 很有意见 不太愿意 他说冯德莱恩对莫斯科的批评 太严厉了 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带来问题啊 所以呢 等于是打枪 打回票 不希望让冯德莱恩来接这个位子 这是不是带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你如果去问萧茨 萧茨绝对不可能会赞成 因为第一个 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 所以他跟萧茨 他们就是不对盘 而且你让冯德莱恩来做 虽然他们下一届倾向是由女性来担任 所以就是冯德莱恩他们认为可能是 布林肯认为是不错的人选 可是问题是冯德莱恩这种超级鹰派 对中国大陆对俄罗斯都是这样非常积极的 这样对抗的采取这样的形式 那你们现在又看到乌克兰战场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再由冯德莱恩去当秘书长 那北约接下来是打算直接跟俄罗斯冲突 你要走上这条路嘛 我想美国自己也很清楚 北约如果正面的跟俄罗斯冲突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人类就准备结束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是不是长远的打算 因为萧茨是讲的比较客气 说就长远打算来说 我认为不是长远打算 我认为你找冯德莱恩的话 恐怕是有立即性的危险 而不是长远的打算 对啊 因为以他的个性 我不知道他会暴冲到什么地步 但布林孔为什么会这样建议 因为冯德莱恩一向对美国言听计从 他叫他干嘛就干嘛 那等于说如果由冯德莱恩来担任这个位置的话 美国在北约 等于他要求北约干嘛 北约就完全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言听计从 所以他希望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局面 那萧茨当然不会让这个局面发生 就像他在欧盟的表现 让美国肯定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想不只是萧茨啊 很多欧盟的国家大概都不会认同 北约的国家也不会认同的 因为这个对北约国家来讲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 是哦 那亮哥 那德国总理萧茨不点头的话 那冯德莱恩接得了北约秘书长吗 这个基本上北约秘书长都是美国选定的 对 美国如果坚持你萧茨能干嘛 我炸你北约你有讲话吗 更何况是秘书长人选 而且你搞不好就快下台了 搞不好下次执政就是基民党 那重点是有一些竞争者啦 当然如果是用性别 那冯德莱恩就没有对手了啦 因为另外有两个竞争者 一个是荷兰的吕特啊 是 那本来听说英国的也想要来争啊 可是英国跟美国太近了啦 他又不代表欧洲 所以基本上还是会用欧陆的人 是 不过现在那问题来了 现在这个大陆外长王毅 我们知道他呢在结束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呢 跟法国跟西班牙的这个访问啊 那我们也非常的关注 他现在呢 你看他跟西班牙外长会谈呢 还在记者会上宣布 中国已经同意取消 对西班牙牛肉的进口禁令 至于这位外长表示 他跟王毅都同意支持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两国的解决方案 以结束冲突 那在这个上面还没有写到的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王毅也非常肯定 就西班牙是支持一个中国 他特别把他拿出来说 所以亮哥其实你看 那现在目前西班牙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法国跟西班牙是特别选的啦 那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 相对于美国自主性比较高啦 因为德国是在败国嘛 那其他国家的分量不够嘛 那意大利现在刚好是GOE执政 那Maloni就比较亲美嘛 所以我认为中国是挑过的啦 就是挑这两个国家 比较鼓励他们说出欧洲人的观点 那他用的诱因都是开放农产品出口啦 就是那另外比如说对法国还有 开放那个单项的免签嘛 旅游免签啊 那我觉得西班牙跟法国 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 事实上还有非常大的改良空间啦 还有增长的空间很大 中国跟法国的贸易额不到1000亿耶 对 这完全不合理啊 他跟德国是2000多亿啊 连俄罗斯都2400亿啊 对 对不对 你中国跟法国的贸易只有大概只有800多亿啊 这不合理啦 这表示以前没有认真在经营嘛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有多重的考虑啦 就是他要鼓励欧洲自己的声音要出来啦 那这样 因为欧盟已经是个 基本上已经废了啦 因为欧盟要共视觉嘛 以欧洲现在这种状态 你怎么可能有共视觉 是 对不对 更何况还有冯德莱恩这种卧底的 所以 基本上已经分上好几卦了嘛 比如说有亲俄罗斯的 对 有亲中国的 有亲美国的 亲美国的国家大概就 可能这个欧盟里面 亲美国的国家大概也有五六国啦 是非常亲的啦 所以你怎么可能 你要共视觉啊 是的 所以你怎么办怎么弄啊 对不对 大陆海警船真的登船了 登上了我们的这个游艇 来查30分钟的时间 那么所以有人就在讲 难道现在惊吓海域真的要变成惊吓海域吗 惊吓指数好像直接在攀高 好就在今天下午金门蓝色公路出日号游艇 经过金门县大二党海域 五通水道附近的时候 被福建的海警局 强制登船领检大约30分钟 那么在这艘游艇上呢 大约20几个游客感到吓到了 那么金门海巡队货报 也马上派遣两艘船支前去护航 那么出日号是在刚才下午5点多 反抵金门的 有游艇上的游客 惊呼吓死了 还有人说很怕回不了台湾 这个呢是报道上面这样写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根据这边呢 有人就直接就发脸书了 那么呢就说 这个平安返航了 而且一开始第一时间 说中国海警上船盘查 怎么回事啊 是上演了台湾海巡护航了 结果里面就有一些留言 其中呢就有提到的是说 有三台中国海警 是一直围着我们的船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亮哥 因为有六艘船支 今天说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 他们出动嘛 早上的时候本来说四艘 后来又多了两艘 结果一共加起来是六艘 不过这个现在就说是三艘大陆的海警船 围绕着一艘台湾的这个出日号吗 我们就很好奇了 怎么看今天的这个事件的发展 亮哥 我们讲这个大二党海域 是在双方的禁制水域之外 所以你就知道人家的意思了吧 就是这里理应是安全的水域 那他就是要展示说 我有权利做零检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在图检他的管辖权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他死尽了台湾的管制水域 那事情就大调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 他在非管制水域 结果碰到我们的海巡船 那事情也大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牛刀小事 就表示说那我也要执法了 坦白讲他也有内部的压力 我也知道了 大陆民众非常生气了 那这个当然要怪台湾的海巡署 你到现在还不公布证据你是要干嘛 你越不公布人家当然越怀疑你理亏嘛 当然会这样嘛 所以你只要是不公布 一天不公布这个动作只会更加大 不他已经说是常态了 常态对 所以你以后每天都有可能碰到 都会遇到 而且他知道大概一个月前 他就讲过类似这样的话 是 说不排除对小三通的货船客轮做零检 对 那他这个时候用的用语是不排除 那现在就是开始实施了 就是常态化了 那常态化 如果以目前刚好双方比较紧张的事态 他的海警船一定会比较多了 而且今天 今天早上就传出有四艘海警船 在巡港 巡水道 那其中有一艘是92公尺的 对 这是比较大只的 大概有一千吨左右 是 好 那问题来了 今天其实我们才听到 这个海巡人员方面说 介大使 说渔民也可以安心的出海捕鱼 意思就是说大家不用害怕 不用紧张 结果后来没想到今天 这个游艇马上就有什么 就有大陆的海警船登舰 登上然后来盘查了 这个把这个游客还真的是吓了一跳呢 还说要安心啊 结果大家都吓坏了 介大使 对 他这边这个其实是那种观光船 他大概一次出海80到90分钟 他在就是说会跑这个什么 蓝色公路 复兴雨 大胆 蒙虎雨 然后呢 就这样出去绕一圈 那这些船的话 这个票价还不便宜 我看大概一千多一点 台币 就出去绕一圈 欣赏海警 而且他是有点定期的 你事先预定票 时候到冷去 他船就开出去了 那所以我想这个检查行动 我想将来这个观光船 他会受到一些影响 而且事实上观光船的这种 这个船只比较大 他如果领检的话 事实上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那一般渔船的话就很难说了 万一就说他要 还要登船检查 有没有这个渔货量 他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种主权的宣誓 然后行政权的这种伸张 反正这个地方是我的水域 所以我的公务船 就要来看看你船上 是不是有照 大家当初协议的 这个营业的方向 内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也可能将来变成常态的 也不一定 不过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 海警局的用语就是常态 就是常态 对 因为这类的船 我觉得它的 会发生意外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因为我看它大概就是早上 它十点开始到最后一班 大概四点半 也不会搞得太晚 当然它也可以个别的 你比如说上面有卡拉OK 你要过生日 你要邀请朋友一起到海上去 欢乐出航了 你可以包它的船 是的 对不过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 还是一个公开的 也不是私底下的 那个它的用语啊 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 在夏京海域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行动 现在就是将来比较敏感 就是说它在什么地方执行 对 那就是说它不承认台湾有禁制区嘛 没有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没有禁限制水域 因为从它的理论来讲的话 金门也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 对那它这个东西 它承认你有禁制区的话 要不然你就用实力来主张 你有实际控制禁制区的实力嘛 那就会造成冲撞 那现在就看它将来行使它的海上领检权 这是这种行政权的一种行使 那么它会在什么海域来 那这个海域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那它反映出来的意涵也完全不一样 也完全不一样 不过就是数十年来第一次 光这个举动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表示 过去的那种情况 一去不复返了 对呀 就像其实上个礼拜 我那时候就在说 过去有海峡中线 那现在是不是也没有所谓的 禁限制水域线了 本来是有所谓的默契 大陆方面你说 就算没有所谓禁限制水域线 你不承认也好 就没有了 现在没有进入禁限制水域线 是啊 现在是在双方的禁制外的海域 对 那它认为那个海域是归它管 是 所以如果挑战禁限制水域线 那才是大事啊 是啊 事实上我跟你讲 今天萧续城用了一句 那是马办主任嘛 对 他说 从2008年以来的 互不否认治权的时代 已经结束 是 互相不否认治权的时代 结束了 好 那今天又看到这样的大动作 那会这只是一个开端吗 那 韩冰 那你知道今天其实本来说 掌握到早上是四艘 大陆的海警船 都说是沿在这个禁限制水域线的外围 那可是那像今天 已经有所谓的登船了 那接下来会不会一步再一步 或还有更多的下一步呢 你真的相信它只在禁限制水域外围吗 对 我跟你讲 大家自己去查AIS航机 其实它已经进来 已经进来了 而且他们的渔船也进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刻意的行动 我们怎么没有驱离啊 怎么驱离 而且今天说我方海巡只有两艘 是啊 然后他们是六艘 人家的数量就比你多 船也比你大 是的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驱离 小船怎么驱大船 是啊 对啊 所以这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想要跟大陆在这个区域对抗的话 那只有一个办法 把海巡的精锐全部掉到精下水域去啊 那可是问题是 你有多少船能够去做这些任务 那你以后准备耗损多少实力在这个地方 是 因为中国大陆它可以延伸的非常远 海滨我们的海巡船最大只有3000吨 对啊 3000多吨而已啊 海滨那我 如果要加拿4000吨 是啊 那我请问一下 像他们这个有92公尺床的这个船的话 这个还不是大的 这是小船 对 对 那以后还可能还有更长于92公尺 当然会有啊 你看它在南海那边动用都是三四千吨级以上 对 对啊 它还有更大五六千吨甚至上万吨 对啊 所以只是看它想要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而已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糟糕的地方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 现在因为 我们海巡署没有告诉你 它把整个航机告诉你 实际上它好几个 因为我网友去查 它已经入侵了 那只是它触及一下也回去 那它这一次特别在境限制水域外 去做这样一个拦检的行动 其实这就是一个宣誓 就告诉你 如果我要做我是可以这样做 那它现在在等什么 它现在在等我们的善意回应 是 那我就一直不明白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理直气壮 就赶快公布影片嘛 这就是争结之所在 对啊 你赶快公布影片不就没有争议了吗 没公布就有鬼啊 是啊 你越不公布越有 大家疑心病越重嘛 是 那到底为什么不公布 还是你故意要这样 你故意就是要制造两岸之间的紧张氛围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喔 中国大陆不是只有认为 惊吓水域这边是它的水域喔 对 整个台湾都包含在它的水域里头 对啊 那如果绕到东岸来 去检查 以前有花莲轮啊 或是我们这些蓝色公路上面的这些船只怎么办 我们的海巡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它会不会是 现在只是针对民船啊 那如果是军船呢 军舰我觉得它暂时不会进展到这种程度 那我们的海巡人员呢 那我们以后海巡人员就要每天跟它对峙啊 那还是要冲撞 所以我觉得 喷水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复杂麻烦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我们需要把事情进展到这样子 几乎不能解决的状况嘛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现在其实是都还有谈的空间 只是看起来 我觉得以民党最近这几天的方式 他看起来是完全不想谈 这个刚刚韩明讲说他进来了 我看于2003我们的网友啊 还说已经进入台湾12海里啊 12海里这个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们最近是经常在24海里附近转来转去 是 对啊 就越来越靠近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限缩我方空间嘛 所以到现在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 到底应该要如何才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偏偏这个罹难的家属 20号也即将就在明天也即将要来台湾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说真的是要好好给个交代 那亮哥 那所以现在这个善后的这个处理方式 你觉得民进党会怎么做或该怎么做呢 你避免事态深刻 因为广碧林我也认识啊 他说会把这个 他说所有证据都已经交给司法单位 你有看过有政府部门这样处理危机吗 没有 对不对 没有人这样搞的嘛 而且你的司法单位出来讲话大陆也不一定会相信啊 是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处理 是啊 而且他自己是海委会主委 所以我难以想象这是他的意思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新闻稿 来导播让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 他有讲一下这个过程 就是今天的下午4点47分的事情 这个陆方有6名海警人员登船 在船舱查验 有关于这个轮船的航行计划 船舶传证书 船长船员证兆 船长签名之后 5点19分离船 那这是3点半左右 搭载了我们的11名船员23名乘客 从金门的水头出港 绕行金门海域导览 因乌沙郊外多潜滩 在航行中有比较偏向大陆地区 这个船只5点半赶抵现场之后 说本署这个10039艇赶到现场 就跟这个金轮通联掌握状况 然后陪伴这个金轮返回水头港 这个亮哥这是今天刚刚稍早 海委会的海巡署所发布的最新相关的回应 怎么看呢 意思是说我们都有妥善的处理 人家查完了就走了 不是啦 妥善处理是要到源头去处理那个原因嘛 不是啦 因为我认识管碧琳 他选过立委 也曾经要选高雄市长 对于一个市府的危机处理 他应该很清楚嘛 所以我是怀疑这个命令是不是上面下的 就你不要乱讲 就你不要讲话 是 那如果这样就会比较 风口令都下了 如果这样就会比较麻烦 你去想一想 2月14号发生今天19号 第六天 那第六天你海巡署 明明所有的证物都在你手上 你都不做说明 这个像话吗 然后说我都交给司法官了 那侦查不公开 我难以想象管碧琳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可能有更高的决策 上面如果不让他讲 他也不敢讲 当然是 这是国安事件 你海军署只是一个单位而已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 就让人家再觉得奇怪了 那到底他们在想什么 对啊 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样只会让事态升高 更恶化呀 两岸间更紧张 敌意螺旋攀高 他们要这样啊 当然啊 我跟你讲 这有两种逻辑啦 一种就是 就是冲突升高嘛 那另外一种逻辑就是 这样搞不好会两岸接触 那就是逼出谈 逼出海基海邪 恢复接触 两会就被迫要接触 对对 我觉得搞不好有这两种思维啦 可是我就跟你讲 政治有时候是 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啦 就是说他有一些 他这个逻辑可能是错的 对 因为你这样 你认为中国大陆就 真的就跟你接触啦 怎么可能呢 你想接触 你就能够接触得了吗 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 我们说那个旅客团不能去大陆 六月一号 对啊 搞不好他也在幻想这件事啊 不然你来跟我谈啊 好 那结果人家会跟你谈啊 所以我们现在最近做的一连串的事情 其实都是让敌意升高 这个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不是 那个冲突才会妥协啊 是 这就是他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就非常严重 因为人家比你大很多啊 是啊 就好比海巡船啊 我刚查了一下 我们海巡船只有11艘 是 11艘 对人家多少 海警 大陆的海警船 而且你最大的只有3000吨 那它是3000吨 4000吨 到1万2000吨 更多到1万多吨的 是啊都有啊 是 那我就不知道你的对策是什么 对 今天大陆海警真的登上了 这个台湾的这个游艇 而且呢 大概有零减了约30分钟 我想大家很多都很有感 在刚才我们说 大陆是有海警船的 这个海警船的数量 远超过我方的海巡人员的船只 那么呢 这个刚刚亮哥有说到 海巡这边11艘嘛 就这个现在呢 这个南港部就说 他们是175艘海警船 1万吨以上的就有4艘 3000吨以上的也有75艘 所以呢这个比例上 还有在这个顿位上面 真的都非常的悬殊啊 请大家也继续帮我们来按赞啊 不过说实在话啊 刚才我们其实也听到了就是这个 我方这个海委会 海巡这边发的声明呢 是说我们的这艘船呢 就比较偏过去了 比较偏到大陆那边去了 好那个声明当中 有强调到这个重点 不过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交通部航港局长 现在也对此有一个最新的回应说法 他说一般登船检查都在港口区域 不会在水域上登检 中国此举不符国际惯例 而且还说这次航商事发之后才通报 航港局 除了已经请海巡舰艇加强巡逻 他也让航港局的同仁对航商 加强宣导 说我们的船如果再遭到 大陆的海警要求登检 除了应该拒绝 还应该尽快的通报海巡协助 而且呢 不要停尽快返航 不要停尽快返航 韩兵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赶快掉头就跑 是这个意思 跑给他们追 不是这个基本上这不叫 掉头就跑给他们追 这叫做把责任全部甩锅 给人民自己解决 就是这个商船的问题 就变成这个船 你看他说这个船好像 他讲一副好像是这个船组 没有按照SOP 他怎么没有立刻通报我们呢 通报你 人家拿着枪都已经把你的船围住了 请问你是要怎么通报 他只是个做生意人 你要他怎么样 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不要把责任转嫁到民众身上好不好 你叫这些民船 以后看到他怎样 如果人家的寒几船直接挡在你的船头呢 请问你往哪跑 你以为海上是怎样 是那个飙车啊 掉头立刻走 可以这样的吗 船要掉头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而且这船上有人留言了 说三艘大陆的海警是一直绕着这个船 他三艘船把你夹住了 请问你要往哪边走 人家手上又有武器 民船上面又不会有武器 你把这种责任丢给民间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标准的甩锅 丢人到极点 好 介大使 那你怎么看我们的这种官方说法呢 那笑话不负责任 对不对 你是制造我们的这个船 船只跟中国大陆海警执法团队冲突嘛 对不对 那你要蛇行逃跑嘛 对不对 翻船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 其实一般来讲的话 我觉得给予你本国的这个船只 你都应该给他一个配合 配合的一个 一个怎么样 一个指示 你不能说拒绝 什么不符合国际惯例 我告诉你 国际惯例 领海是人家的领土主权 是啊 然后呢 领街去24海里 沿岸国拥有什么 拥有这个行政管辖权 它登岸领检通通可以的 还有呢你不能跑 国际上国际海洋法 还有个叫什么 叫做好 叫Hot Pursuit 这个好 忘记中文忘记叫什么 它就是说 硬追 就是说硬追权 怎么样呢 你在你人家的这个领域里面 如果说你要窜逃 这个对方公共船 可以一直追到天涯海角 我们曾经在过去在80年代 我们曾经有鱼刺网的鱼团 被美国的这个海岸这个 追了几百海里 它不会放的 那这个国际上是 我不晓得 所以我不晓得 它所谓国际惯例 这个交通部航港局讲 国际惯例是什么 你现在尤其是在两岸 而且大陆现在他们会认为说 这是我的水域的话 你跟我谈什么国际惯例 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这个都是中国的内水 是啊 对啊 中国内水 所以这个是认定上的冲突 你如果是这样子 叫我们的这个拒绝领检 或怎么样 那你就是自于我们的相关的船子 在危险的境地之下 真的很危险 非常危险 国际上你看地图看一下 你整个金门岛在厦门湾里面 对 整个在厦门湾里面 这个交通部 这个航港局长 等于自我们这些船员 与船长 他给他的指示 是让他们去冒很大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说法 事实上我是 我觉得既不专业 也不负责任 是 亮哥 我修正一下 好 精确讲是1000吨以上的船 那大陆海警局是150艘以上 那台湾是11艘 是 1000吨以上 那大陆3000吨以上的海警船 超过70艘 我们有吗 我们有少数几艘 大概 三艘吧 对 少数几艘 对啊 所以我刚刚讲11艘是指1000吨以上 那其他还有那种很小资的 那我们的这种游艇 跟大陆海警 你说要去在海上这样赛跑 跑得过吗 这不是跑得过 跑得过 人家有炮 他有武器 是啊 然后呢 你还不配合 他可以逼艇 对啊 就像之前不是发了一纸公文命令吗 不就说了吗 我们的这个海巡 在船上 这个舰长还可以自己决定 是否要开炮 这个就是完全都是 你说如果要甩锅的话 这那算不算是甩锅呢 通通都是交给下面的人去做决定 交给民间自己来付 老实说啦 我们正常的反应应该是 至少你假装也要说 我们加强海巡护航 就跟红海现在在做的一样啊 是是是 对啊 就是我护航啊 每天守着这些民船啊 你至少要有这种宣誓动作 然后叫民船自己解决 这什么烂政府啊 都不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可以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嗦 散订队 不打字幕 再继续 回家 点击 启 突然 感谢观看